Audio Jungle Audio Jungle 香港铜锣湾书店东主桂宁海 上周六20日在两名瑞典外交官的陪同下 坐火车到北京接受医疗检查 据其女儿向纽约时报透露 约时明中,国便一公安将桂宁海带走 中国外交部周一22日指对事件不知情 国际特赦组织研究员潘家伟 批评公安是瑞典外交官为无误 质疑公安受到更加高层的指使 潘家庆报道,是有瑞典国籍的桂宁海 自去年10月获释后,上周六在被中国当局带走 纽约时报周一引述桂宁海女儿ANGELA指出 出现机位缩性侧,所硬化症状的桂宁海 在两名瑞典领事官人员陪同下 乘搭火车到北京,原定将会接受医疗检查 但中途有约10名便衣警员登上火车车厢 将桂宁海带走 ANGELA称,当时有差不多10名便衣警员将桂带走 但他不知道事件,详细经过,也不清楚桂宁海或瑞典领事官人员当时有否反抗 他说我只是知道,事态明显恶化 Aspigo等于Wiado Wadsbygoogle Push 国际特赦组织研究员潘家伟,接受本台访问时止 事件不寻常 潘家伟说我感到奇怪及愤怒他桂宁海再次被带走 而最离谱他是在外交官陪同下被带走 中国政府已经肆无忌惮,公安可能收到高层的命令 纽约时报称,瑞典驻华大使馆队报道不予置评 瑞典外交部拒绝透露详情,但确认事件严重 以提交更高层的政治层面处理 中国外交部则称,对有关情况不了解 建议向其他部门提问 公安部则未有回应 潘家伟质疑,没有中方高层的指使 公安不会再驻华外交官,前将桂宁海带走 潘家伟说如果当局没有清楚解释 今次事件实属违法 目前实在看不到他自去年10月或是至今 有什么原因在被拘禁 Aspigo等于Wiado Wadsbygoogle Bush 在2015年10月17日 桂宁海在泰国度假 圣地巴比亚的公寓失踪 其后一直出版中 国大陆政治书籍的香港铜锣湾书店 包括电长林荣基 古东李波等其他四人先后失踪 到2016年6月 释放回港的林荣基召开记者会 爆出遭中国大陆绑架 及鸡压过城级内幕 证实他被抓于出版政治禁书有关 瑞电官方在去年10月 确定桂宁海被中国当局拘留 两年后已于10月17日火事 桂宁海女 而其后称 父亲仍未获自由 需要定时向警方报道 目前 桂宁海出现肌萎缩性色 所硬化症状 国际特赦组织研究员潘家伟指 如果大陆公安 要带桂宁海看医生 无需鬼鬼祟祟 潘家伟说 如果纯粹是当局安排去看医生 有无需要鬼鬼祟祟 如果是要礼贷他 又维持魔会 在两名外交官的陪同下江 其带走 我看不到中国政府特别是公安方面 有什么善意处理今次事件 如果是善意 绝对不会用这种鬼祟手法 桂宁海被中国当局拘禁期间 中国政府曾透过中央电视台发 不桂宁海的认罪影片 智贵在2003年12月8日出席一个饭局后 驾车撞死一名二十出头的女大学生 她2004年被法院判处 有期徒刑两年 缓刑两年 其后因害怕做劳死而冒用他人的身份 更以出境外游民意被罪潜逃 来源 RFA版权规RFA所有 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 经Ready Offeration 2025MST AW Suite 300 Washington DC 2006 许可进行再版 HTTP WWW RFA版权规则